字幕志愿者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想要搬到相差去良老 所以想要将原本住的房子卖掉 在都方考量下 他找了一家比较知名的房仲 认为大品牌应该比较有保障 若能帮屋主卖一个好价格 当然很好啊 那后来呢 因为信任啊 所以接受了这家房仲的建议 签下了专任委托 这位房仲没多久 就带了一个斡旋来跟他谈价格了 但这个出价跟房仲当初说的价格 相差甚远 甚至比他自己查询的周遭行情 还要低 在陈先生不愿意退让价格的情况下 就出现了买卖双方的价格拉锯战了 你的意思是 同一个买方 用一个低价的斡旋 跟陈先生做价格的拉锯吗 没错 每当陈先生拒绝 没过多久 买方就会加个十几万 二十万再来谈 这样来来回回拉锯了好多次 后来楼上邻居来找陈先生 跟他说 他想买陈先生的房子 打通上下层 以后去找同一家房仲接下过 但房仲说这间房子之前已经收获 现在正在谈 所以现在没办法收获帮你谈 昨天一个月过去了 却都没有消息 想说是不是已经卖出去了 才会亲自下楼问一下陈先生状况 这位陈先生碰到的房仲 应该是使用单一卧旋制 加上专人约 而无法从其他的管道得知 是否有其他的买方出价的资讯 是啊 他问了楼上邻居的出价才发现 那正是他心中理想的价格 而他竟然完全不知道 因为单一卧旋制的关系 就是房仲再收到一个出价 就会先跟屋主谈 在还没谈好之前 后面的出价就算再高 房仲也不能收获 只能后补 意思就是 即使我愿意出比别人高的金额 碰上使用单一卧旋的房仲 只要不是第一顺位 他还是没有办法帮我谈 屋主也可能不会知道我的出价 没错 施行单一卧旋制的业者 可能会导致屋主 在完全不知道有其他买方出价的情况下 以第一个斡旋的价格售出 进而错过其他可以卖更好价格的机会 不过我比较好奇的是 楼上邻居既然已经出更高的价钱 也是找上同一家房仲公司 既然第一个斡旋的出价 经过这么多次的加价 陈先生都不接受 那楼上邻居的出价 是陈先生理想的价格 那为什么房仲不赶紧 汰换下第一个斡旋 赶快帮楼上的邻居谈 这样不就可以赶紧成交了吗 总编 这样这一家房仲只能赚到服务费哦 难道这各种有猫腻吗 有没有可能同一家房仲知道 楼上愿意出高价买陈先生的房子 如果能先用第一价买进 转手 那不但可以赚到差价 还有两次服务费入带的机会 反正是单一斡旋制 陈先生又不知道楼上 有第二个高价的斡旋 有倒是猎屡怕蝉狼啊 只要我一点一点慢慢加 你又只能和我谈的状况下 我第一个低价的斡旋 很有可能就让陈先生买单啊 当然我只是合理的猜测 毕竟陈先生楼上出价 比第一个买家高 却无法跟无主谈 这是事实啊 我懂你的意思了 所以建议在千尾托时啊 务必询问一下房仲公司是否使用单一斡旋制 如果是的话 急着卖屋的屋主可能会错过更高价 建议不要贸然签下专任约 这样至少还可以和其他业者保持出价资讯的流通 是啊 在这边要提醒准备要售屋的屋主 在签委托时一定要先跟房仲公司确认是使用单一斡旋制还是多斡旋制 如果是单一斡旋制建议不要贸然签下专任委托 不然就会有总编刚刚讲的状况发生 不过我觉得单一斡旋制加上专任委托 最大的风险就是让房仲和投机客 对不熟悉行情或急受需求的屋主 有进行低买高卖赚差价的机会 不过单一斡旋制也不是一般房仲的从业人员能够决定 这应该也是房仲公司的政策吧 这样说也没错 但每个房仲公司会选择哪一种斡旋制度 想必都有其目的 我就不予置评 只是提醒消费者在签委托时 尤其是在签专任委托时要特别留意 这是我们节目的宗旨 挖掘事件真相捍卫消费权益 若你买房卖房交易有纠纷 请让好方网新闻抑易律师团来帮你 没错 有买房卖房的交易纠纷 可以点准影片资讯栏的爆料专线连结 或找画面的QR Code联络我们 QR Code在这里 当然要记得按赞订阅分享 开启小铃铛哦 也欢迎您在下方留言哦 身上就如正义 捍卫消费权益 真相大吹急 我们下次见